当我们完成这个DeckEase Accounting2009的安装之后 我们可以去到桌面 按一下short cut 当你按了short cut之后 系统会出了一个提示 你这个系统还未注册 不过你未注册之前 你还可以连续使用30天 现在我们未有注册 那个activation key 啟动码 所以我现在不做注册 所以我回答否 进来之后 你可以选择用 它系统原本有的 样本公司 这是一个sample data 你可以用这个data 去了解DeckEase的资料 或者你可以 用选择 新增一间公司 开一个新公司 我们建议先用样本公司 去了解一下运作 觉得没什么问题 然后再去新增一间公司 稍后我们会在里面开新公司 不用来这里 现在我按确定 好了 已经进来了 进来之后 因为刚才选择样本公司 所以里面的资料 全部都是样本来的 例如 我们的账策 我们看到 有一个sample company 它的资料 就是在 DeckEase的 account 的sample data 现在的资料 就是在一部 PC上 没有在伺服器 我们曾经用网络版 安装的伺服器 如果这个是伺服器 这个是K 好了 我现在新增一间公司 譬如叫My Company 这是名称 任你打什么 接着 这里呢 又是打一个 Folder 名字 可以是 和名称不同 除你喜欢点设定 然后我按确定 那你会看到 那个系统呢 就会 把资料转到你 那个电脑里面 这个动作呢 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我们要给一点点耐性 等候 完成了这个 新开的公司之后 待会我呢 就会用 这间新公司 来做数 但因为你新公司 是一间新的公司 是没有资料的嘛 那我就要拿一张 词碟 是有Version 13的资料 restore回去 那我们其实这样介绍呢 就希望你们 将新系统和旧系统 来分开处理 新系统 当然它自动可以 在你的旧系统 拿data过来 不过我们不建议这样做 因为 你这样做的话 万一你未掌握到新系统 那时候 旧系统的资料 给它转换了过来 你又没有办法在旧系统做事 如果我们这样分开来做 你用restore的方法 将旧系统的资料 抄了过来之后 你查过 比较过 和旧系统完全一样 没有分别了 那你就可以放心 在新系统做事 万一遇到什么困难 你未有回复的时候 你可以在旧系统 继续日常的运作 那这个就是 将两种新系统 分开的理由 完成了 完成了 这个 新开一间新公司 之后 你在这里 你会看到有两间公司 如果我想 以后一开机的时候 进入这间新公司 我便选择了这间公司 然后选择预设 这是一个预设 Item 你要锁掉它 然后才会生效 我按了一下 以后 关键再进来 它就会用这个 来自动进来 这个画面 好了 现在我们进来 这个画面 这一个 就已经是 新公司的 因为它 跟 sample data 暂时是一样 所以 我们看不到 它有什么不同 如果我们有时候 为了 容易分辨 有不同帐策的资料 我们可以在这里 改为My company 好 你看到这里 变成My company 好了 你看到这里 因为这里 这个新开的公司 还没有输入过资料 所以 我们 可以用一张旧版的资料 用Restore的方法 抄返入这个系统 办法就是 选择 檔案 备份复原 这里 选择复原 OK 然后呢 我们继续一下 这个目的地 它就会知道 你是在 C DebtEase 的 My company 记得 认清楚 不要把你的BackupData 盖到另一个不合适的公司 到时候 你就会搞乱了 好了 现在呢 我的词碟 就是在A Drive 如果你这个词碟 不是A Drive 而是在手指上 或者在HardDisk 某个位置 你就要自己更改 这里的内容 现在我 按一下确定 它 叫你确定 你是不是要这样做呢 你回答Yes 好了 再回答Yes 再回答Yes 那 它 确定 你 要真的 放了词碟 所以你再确定多一次 那 它就会将资料 开始抄入去 这个系统那里 我们看到 它已经抄到 My company 那个folder 里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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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看到以前是13个版本 现在它会和你做 conversion 的 那现在它就做conversion了 就是把13个资料的资料格式 转到15个资料格式 这样 那我想解释一下呢 刚才我开了一间新公司的名字 我叫它做mycompany 但是那间公司里面应该是没有资料的嘛 那现在我 将13个资料 restore 下去之后呢 restore完了之后呢 你看见了 有一间叫做stay nominee 的名字 你看到一年公司的名字 你什么的资料 全部都被它覆盖了 也就是说呢 你开一间新公司 如果不输入任何东西 你再用你的restore data restore 所有的东西 就跟你的公司 画面一样的 以前我们的版本的资料是英文来的 所以 倒进来之后呢 它也是英文来的 那如果你说 我想把它改成中文 你走回到公司 资料那里 那你就可以把 改成中文名了 举个例子来说 这样 我就 确定 你会看到 它是可以完全出中文的 那 这个示范呢 就是告诉大家 当你 第一次用 英文 安装了之后呢 你很可能使用一段时间 有个 同事 来 他不是很熟英文的 这样呢 你可以 将你做过的系统呢 conversing 中文 让他继续做东西 那 在中文的情况下呢 很多资料呢 都是 转做中文的了 举个例子来说 你可以看到 情况是这样的了 好了 现在这个示范呢 暂告完毕了 好 好 感谢观看